救難隊員以垂降方式接觸墜落山谷的婦人 好不容易將人固定好 準備用吊掛方式 從75米深的山谷將人拉上來 不過曾經婦人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拉上步道之後 馬上送醫搶救 還是懸告不治 意外發生在彰化田中森林步道 家屬接貨二號 表示媽媽從28號出門後就沒有回家 報警後也PO網巡診 警察人員在步道一處的涼亭附近 發現了誠心婦人的皮包 結果就在山谷找到人 下方就表示 婦人墜落的地方步道狹窄 旁邊就是山谷 也發生過登山客跌落的意外 墜落原因還要釐清 另外在台北有民眾向警方報案 住在花蓮的65歲父親 22號早上出門後就失聯 就怕有危險請警方協詢 阿寶啊 你怎麼了 怎麼腰晃晃的 晚上11點多 員警在一處農地溫室旁邊 看到一個人影 員警馬上喊了誠心阿伯的綽號 果然就有反應 來這邊坐 這邊坐 小心 小心 誠心阿伯連站都有點站不穩 似乎還有一點失溫 員警用警車載他送醫 幸好沒有大愛平安 將阿伯帶回家 TV 陳志忠 高志宏 彰化花蓮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